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发出声音的部分 因为使用这个模组合成器 第一件事情当然想让它发出声音 发出声音的模组在合成器里面叫做Ossilator 如果在这个Information的Tag里面 可以看到它是Ossilator这个分类 在VCV Rack内建的Ossilator里面有一个基本的Ossilator 跟一个Wavetable Oscilator 我刚刚选到别的东西我先把它放回来 Wavetable Oscilator 这两个东西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先讲一样的地方好了 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都有这个音高 有这个音高可以选 然后还有一个波形可以选择 那这个波形的部分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我们先来看看Ossilator本身 它的声音 OK所以使用这个Scope工具呢 可以看到它的波形 这个Time可以Zoom In Zoom Out 就是让我们更方便看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我有四种不一样的波形 OK这样子 Trigger点下去可以让这个图形比较有可能停住 比较容易停住 音高 跟波形 OK 那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波形Pose width的部分呢 它只会影响到我们的Square波形 其他波形它就不会有影响 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Ossilator 好那基本的Ossilator要怎么操作呢 主要音高的部分是由这个Voct 这个接口来控制 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些控制讯号送进Voct 它就可以改变音高 这一张我们到下一篇再讲 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个Wavetable VCO Wavetable VCO是指 它一次不是像这样子 Loading一个波形 而是它是Loading一个Table 一个表 那在这个表上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的波形 所以我比较说从Sine到Triangle到Soul到Square 所以它直接一个旋钮就可以改变波形 甚至呢我们可以在右键里面WavePoints 可以去选择更小更少的点 让它完成一个波形的这个形状比较不一样 或者是更多的点 好我们看到更多的点 我可以看到它这个 它就等于是我更快的去跑完这个波表 好那另外一个更有趣呢 就是这个波形它可以去LoadWavetable 可以去读取 读取什么呢 它可以读取Wave档 就是说我们使用任何的Wave档都可以拿来作为Auth 这蛮方便 所以我在这里读取一个可能鼓的相应的loop吧 我们把它送出来看看 那可能我们让它点少一点 找到可以用的地方 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很妙的波形 可以降低它的频率 OK像是这个样子 那WaveTable这样子的发声的方式呢 是当代很多电子音乐的主联 因为它可以很快得到不同质感的音色 所以现在的当代的音色啊 可能这样子的波形可能会比较多 有比于这种传统的基本波形 OK所以借由这样子的工具呢 我们就可以在VCV里面发出声音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 再看看要怎么让这些声音可以动